再给大家介绍一盆 这盆是跳舞文心蓝色黄色的 这个是蓝友的 他拿过来给我 让我跟他处理 因为他买了也好长时间的 买来时开过花 后来就一直都没有开花 是什么原因没有开花呢 我分析是 因为我们去年有一个蓝友 也拿过一盆 比他这盆还要大 还要茂盛 也是很绿 就是看去很healthy那种 很健康 也很绿 不够没有太阳晒的那种 就是很多新芽 新苗 长得都很好 就是不开花 后来那盆呢 我们是把它全部给分了盆 分了几盆 但是我们不是用了这种深盆 太深了 这盆 我们是用了浅盆 一个分完之后呢 就给它晒太阳 就是全阳 今年呢 已经开了花了 开的花也蛮漂亮的 这就是你们要知道 有些兰花 它是要有阳光 它才会有开花 这就是你们要知道 再一个就是 它估计是种的太深了 再一个就是 炉头都种的差不多一半进去了 兰花不是要种的太深了 兰花不是要种的太深了 它不需要这么深了 它要有点根露出来的 我估计是这个原因 你看基本上它的都是很深 一个深也不好的呢 就是如果要新芽出来 你要是像最近老是下雨的话呢 新芽出来很容易烂掉 这也是一个不好的 这个呢 我估计我会跟它换盆 换了盆 明年再看一看会怎么样子 估计会有那盆 去年那盆呢开了 有几个兰友也拿去了 买了买了去了 那都是开了花的很漂亮 是蛮好的 就是说它是会有花开 只是你地方没有放对 和你的种植是错误的 所以它会不开花的原因也是有的 这盆也是文心兰 你看种的太深了 基本上的炉头都一半给埋住了 你看全是这样子的 一个也太绿了 不够阳光 所以它会没有花开 好了 今天的视频我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新手们能有一个 怎么样去养殖的方法的经验在那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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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了